在影视圈中一直流传着好人难做、坏人难演的说法 相较于好人角色的诠释 对于一些没有那么讨喜的角色 会更加考验演员的演技 在TVB影视剧中就有不少泼妇、八婆类的角色 而这几位演员也被称之为八婆专业户 一起来看看有你熟悉的她吗?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细细粒 今天为大家讲一下TVB八婆专业户 1.冯素波 冯素波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 是香港一代童星冯宝宝的大姐 也是香港粤语片时代《七公主》中排行最大的 冯素波自加入TVB以来塑造了各种类型的配角人物 八婆、婆婆、仆人、妈妈这些角色 都被她用出色的演技刻画得入目三分 作品方面 《倚天屠龙记》、《金之玉聂二》、《幕后玩家》等影视剧里 都有她存在 近日有媒体曝光老戏骨冯素波被诊患大肠腺流 冯素波在医院体检时发现大肠有肿块 由于冯素波母亲是因为大肠癌去世的 所以冯素波对大肠方面的问题也十分重视 在医院里进行细致的检查后 冯素波得知自己的大肠上有一个三厘米的瘤 并且胆里面也有胆石和胆泥 而这些都要通过手术才能去除 虽说这次手术难度不是很高 但毕竟冯素波已经有74岁的高龄了 这样的年纪还要在腹部上开三个孔 做微创手术 实在是折磨人 好在肿瘤是良性的 做完手术后并不会影响她拍戏 目前她也已经逐步康复 顺利复工 2.马提露 作为TVB的金牌绿叶演员 马提露在作品方面 想必无人不知 由于在剧中她经常饰演一些丑觉 因此给观众留下了固有的丑形象 这几年 鲜少在TVB剧中见到马提露的身影 没记错的话 她上一次亮相的港剧 还是由欧阳振华主演的《火计办大事》 剧中马提露的戏份不算重 不过也给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加入TVB之后 马提露一直被高层安排饰演一些配角 而且大多都是霸道刁蛮的反派形象 由于马提露演技太过精湛 不少观众都表示自己看得相当生气 像经典的《鹿顶记》 《街大欢喜》 《必打自己人》 《凤凰四重奏》 《金庄四大才子》 以及《天龙八部》等剧集 都有她的身影 自从马提露将事业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内地后 她就经常通过社交网站来分享自己的动态 之前马提露还入住了较为火爆的社交平台 并且时不时地在上面与网民进行互动 戏外的马提露经历过一段仅维持了三年的婚姻 之后她也曾有多段恋情爆出 男友的背景都十分惊人 除了德国富商外 马提露还恋上了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 不过几段感情都没有开花结果 传闻这与其自身的丁克想法也息息相关 虽然马提露今年已经54岁了 但是她整个人的状态却非常不错 不仅皮肤白皙水嫩 就连皱纹都很少见 依旧留着一头利落短发的她 看起来颇有女强人的感觉 不过一开口又能展现出她幽默的性格 3.韩玛丽 韩玛丽也是一位大家很熟悉的TVB老戏故 年轻时期的她曾是风华绝代的大美人 很有港女的风韵气质 进入演艺圈以来 她塑造的配角居多 尤其是妈妈类的角色很多 有的角色虽然八婆且不讨戏 但却令她的演技备受认可 还多次为她带来了TVB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无论是演《谈情说案》中傲娇跋扈的母亲 还是演《法网狙击力不认亲生儿子的狠心母亲》 韩玛丽的演技都十分在线 让人对她咄咄逼人的样子记忆深刻 可能许多朋友并不知道 韩玛丽的丈夫杜燕哥也同样是一名TVB的老戏故 不过她更让人熟知的身份是配音演员 相信当年看过国语版《使徒行者》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 里面苗乔伟饰演的男主角《桌色》 就是由杜燕哥亲自配音的 近期韩玛丽获得了由无限颁出的40年服务奖 这意味着她已经在TVB拍了40年的戏 虽说这几年身体遇到了挑战 但她依旧乐观 称自己希望能有机会获得50年60年服务奖 4.汤盈盈 汤盈盈有着性感惹火的外表 因经常出演一些反派八婆、狐狸精等角色 让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想必就是《风神榜》中的《琵琶精》 她那咄咄逼人的妖魅形象 配上能把人气得咬牙的情节 一度令其远超苏打几 成为《风神榜》中公认的罪恶女反派 不过现实中的汤盈盈近些年过得都很低调 她嫁给了同为TVB演员的钱佳乐 也就是《风神榜》中的二郎神 虽然两人已经结婚11年 但多年来始终甜蜜恩爱 与此同时 他们还育有二女 分别是大女儿钱凯琴和小女儿钱凯琪 两个小宝贝同样可爱 但性格方面却大相径庭 大女儿喜欢黑色 性格上显得酷酷的 而小女儿的性格就比较活泼一点 而且非常的贪亮 喜欢穿裙子 还喜欢化妆 近日 根据港媒报道 汤盈盈接受了TVB节目的专访 大方分享了自己戏外的生活 在曝光的近照中 汤盈盈穿着白色衣服出镜 一头短发染成金色 打扮简单 却不失时髦 已经46岁的她 皮肤白皙紧致 身材好 而且保养得宜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生过两个孩子 5.美小慧 美小慧是TVB前剧集监制美小青的包妹 早前她曾参加过健美小姐比赛 之后转投TVB当演员 留下了她来自江湖 街大欢喜等代表作 与此同时 她还因为傻大姐的性格 以及像马一样的怪笑声 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年轻时 她曾与号称香港亚式当家小生的曾伟权 有过一段长达13年的恋情 但最终两人还是分了手 直到现在 50多岁的美小慧都还没有结婚生子 此前 已经淡出演艺圈多年的美小慧 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与阮兆祥的合照 获得了不少点赞 并且美小慧还在下方留言表示 阮兆祥就是她的阳光 她就是阮兆祥的月光 看起来两人的友情十分稳固 据了解 美小慧和阮兆祥已经认识了超过30年 早年 由于两人总是形影不离 经常一起打包出现在公众场合 令很多人都误以为他们是一对情侣 但传闻漫天纷飞 两人对于外界的看法却根本不在乎 即使早年还有人传他们同居 结婚 二人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丝毫不受外界言论的影响 不久前 美小慧还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自己与曾华倩 蒋亲艳聚会的照片 照片中 美小慧似乎心情非常好 笑容满面 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 虽然美小慧是素颜出镜 但保养得非常好 皮肤光滑细腻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丝毫看不出她的真实年纪 如今美小慧已经56岁 尽管在感情方面颇为坎坷 至今依旧未婚 但她非常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 有着自己喜爱的事业 偶尔还会在闲暇之余 与好友相约聚会 生活得十分惬意充实 6.郭绍云 郭绍云对于8090后观众来说 就比较脸熟了 在TVB五大花旦时期 她基本上都是演女配角 甚少演女主角 但她的演技却是出了名的精湛 她的长相属于朴实耐看性 越看越有味道 整个人气场很强 所以演绎恶女 八婆之类的形象非常到位 很多经典角色都深入人心 2001年 郭绍云出演TVB古装剧《锦绣良缘》 在剧中饰演泼辣的薛晓晓 由此为大众所熟悉 而在《珠光宝气》中 郭绍云饰演了沈之诚一角 被当时网友认为是剧中最自私的角色 从一厢情愿到最终放手 她对林宝仪饰演的高长盛 有着强烈的占有欲和执念 近日 港姐郭绍云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视频 谈起了自己在内地生活的感受 49岁的郭绍云穿着一件黑色针织衫 身材匀称 五官较好 依旧保持着非常年轻的状态 亚麻色的发色更显得她年轻有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 她与网友互动时也亲切有礼貌 丝毫没有明星的架子 如今的郭绍云和TVB约满后 也来内地寻求发展 前段时间还晒出了自己定居广东顺德新家的视频 看起来生活得很是低调快乐 8.卢婉音 卢婉音是TVB影视圈中的著名绿叶演员 被行内人尊称Madamolo 她曾出演过70位男艺人的母亲 因其尝试演一些市警搞笑小妇人的角色 被誉为TVB御用八婆和妈妈专业户 例如季节的唐力珠 斗气一族的小娇 同劳同宝的林兰卿 腌制水粉的陆笑容 富贵门的包笑宴等 都是她的代表角色 纵观卢婉音的演艺生涯 即使多担当配角 她也能用最为扎实的演技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 令人不由地感叹 不愧是TVB老戏骨 2018年 TVB万千星辉颁奖礼 为她颁发了专业演员大奖 也算是对她入行以来的演技认可 近期 香港老戏骨卢婉音 在TVB新剧《智能爱人》中 饰演60岁蒋志光的母亲 角色的性格非常十分惹笑 而她本人的状态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 其实 这些TVB的八婆专业户们 个个都演技不俗 正如演艺圈中的那句话 角色无大小 她们留在迎评中的经典形象 都将历久弥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